音乐 起 天哪 你想象得到吗 这样的舞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样的小龙 谢谢大家给他的掌声 我们请妈妈也一起上台 我们先问问阿姨吧 阿姨是第一次看小龙跳舞 对吗 第一次看小龙跳舞 小龙是听不见声音 对吗 所以咱们鼓掌啊 他感受不到那个掌声 咱们比个大拇指让他看见吧 他什么时候开始学跳舞的 因为他从小就喜欢 他从小的时候在地上乱爬乱滚的 然后有时候还拿那个石头 还有砖头在那练毕丽 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然后到后来他告诉我 姐姐我有个梦想 就是想到舞台上去表演舞蹈 我觉得很棒 他用他的生命跳舞 其实刚才那段舞蹈 已经超越了一个舞蹈表演 他告诉我们一个舞蹈 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当生活有巨大灾难降临在 每个人生活的时候 舞蹈一直支撑着每一个人 用不同的方式 我觉得舞蹈太伟大了 对 只有在舞蹈面前 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我们并不是在消费他的苦难 我们是在感受他的坚强 感受生命的力量 小龙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这些日子跳舞 你快乐吗 他说很快乐 我觉得这就够了 这个已经大于舞蹈本身的意义了 其实我弟弟说了 就是男子跟我说的 只要来参加了一次 他就满足了他的心愿了 他成功不成功 他并不在乎 已经不重要了 谢谢 但是我们现在要决定 小龙是否要留在我们节目当中 因为他作为一个公平的参赛者 是我们这个节目加入舞台的一个舞者 三位导师 我有很多信息 但是我想真正为自己说一件事情 很多人说 我们是在苦情戏 我有做幕后 我有做艺术总监 请问 这样一个在中国好舞蹈上 他的精神能量最大的舞者 我们看完视频以后 可以把他拒绝吗 我们没有权力 舞蹈本来就是两种 一个是肢体能量 一个是精神能量 这么大能量的人 你说这不是舞蹈吗 小龙在集训音 给这个集训音带来的精神力量 是无法估量的 所以我有时候想他不要走 他就坐在旁边 你静静地看着 他给所有的舞者的力量 是两样的 然后刚才我们的导演 全部在后面哭 好 OK 结束 结束 OK 没有 其实我觉得咱们 这个氛围沉重了一点点 我希望把事情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 首先要感谢小龙 你把你的所有的肢体的运动 表达 归大到我们舞蹈之内 特别好 这说明你对舞蹈的 有多么热爱 舞蹈给你带来多么大的快乐 你也可以把他说的 体操也好 健身运动都可以 但是你说的 我在跳舞 我作为舞者 我特别感谢你 你也选择了舞蹈 特别感谢你 三位导师 我们要为小龙做决定 你们是否愿意 让他加入 你们自己的舞蹈训练营 海青老师 我们刚刚合议了一下 就是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 给出这一票 但是我们非常欢迎 请你到我们的训练营里面来 做一份子 跟我们所有的舞者在一起 共度这三个月的美好时光 欢迎你 你就是说他是唯一一个 可以到你们三个训练营 互相去串门的人 可以来溜达的 非常欢迎 还有我这里 我这里非常欢迎 还有方老师这里 还有方老师这里 您可以在四个训练营当中 随意地跟每一个学员 和导师交流 他们会非常愿意 竭尽所能地帮助你 开心快乐就好 下来 你不要下来 我们下来 他是真的用双手支撑了他的一片天 而他的精神也鼓励了我们 鼓励了和他一样有舞蹈梦